黄一博最近因谣言而备受关注 他勇敢地站出来回应了关于他与某女子有了孩子的不时传闻 这位新生代偶像以阳光的形象和多彩多艺的才能吸引了众多粉丝 但随之而来的流言蜚语也让他面临挑战 在综艺节目《勇闯天涯》中 黄一博展现了他的勇敢和坚韧 在面对雨林生存挑战时 他被马黄咬伤但依然安慰队友 表现出强大的心理素质 在徒步雪山的挑战中 他在极端的环境中展现出顽强的毅力 赢得了观众的尊重 他在公众场合直接回应谣言 表示我黄一博行的正做得直 不怕任何流言蜚语 这不仅为自己澄清了事实 也给粉丝们带来了信心 黄一博的真实和自然让人感到亲切 他在节目中完全素颜出镜 展现出真实的一面 此外 黄一博在节目中展现出的团队精神和领导能力 也令人印象深刻 他不仅在任务中表现突出 还积极支持和鼓励队友 帮助他们克服恐惧 建立深厚的友谊 他在生活中同样重视团队合作 尊重每一个工作人员 促进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作为公众人物 黄一博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关注社会责任 他通过慈善机构资助贫困学生 并亲自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状况 展现了他的善良与关怀 总结来看 黄一博不仅在面对谣言时表现出坚定的态度 还通过实际行动树立了正直勇敢的形象 他的成功不仅源于才华和颜值 更在于他阳光积极的心态和不怕挑战的勇气 无论是面对风波还是生活中的挑战 黄一博都用真诚和努力赢得了粉丝的信任与挨戴 成为了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你们最喜欢黄一博的哪个方面呢